作者 尔雅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二百一十三集 以后我保护他 小四子正哭呢 他觉得他要死掉了 再也见不到爹爹了 再见不到所有人了 然后就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 请 小梁子 小四子一下子就听到希望了 哭也不记得了 抬头就瞧 果然 萧良冲了进来 一看到床头还有个脸盆里面都是血 一手扒了开了 金儿 你手上没有 银盆摔在了地上 那头骨也摔在了地上 不知道是不是年代太久远 头骨都酥了 这一下砸了个稀巴烂 黑乎乎的血也是洒了一地 萧良瞧都没瞧一眼 只抓住小四子的手 有人欺负你没有 我打到他爹都不认识他 萧良子怎么不穿衣服啊 小四子这会儿不害怕了 不过害羞了 偷偷瞧着萧良 萧良低头看了看 笑嘻嘻卖乖 跟小四子妖宫似的 我游过来的 游过来的 可不是 金儿 不管你被抓去多远 天涯海角 我也游过来救你 萧良笑得一脸的不要脸 再看小四子 这会儿他的包子脸上 粉红粉红的 大眼睛眼泪汪汪的 不过不是被吓出来的 而是被感动出来的 小梁子好好啊 第一个来救我 还为我游过了大半个海 估计小四子也不知道 一个海有多大 总之 现在在他眼里 小梁子最好了 门口 白鸡看着满地碎裂的 狐妖骨头 脸都青了 而林烨火则是拖着下巴 想要膜拜一下萧良 这不要脸是从哪儿继承来的 狼王萧彤海 也是个正经人哪 这孩子哪来 这么厚脸皮的血统啊 萧良给小四子擦眼泪 顺便还踢了一脚那银盆 撇了撇嘴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脏兮兮的 我宰了你们 门口 白鸡目露凶光 窜进来就要杀了萧良泄愤 不过 他可没法靠近萧良 眼前一个红色的人影一挡 林烨火挑眉瞧他 你的功夫挺有趣啊 哪学的 白鸡突然手成爪形 抬手一把抓向林烨火 哦 这就是传说中的拔钉爪呀 林烨火也没躲 被他抓在了胳膊上 白鸡微微一愣 完全感受不到内力 你的拔钉爪是往外拔的 不巧我这内力还能往里吸呢 说完林烨火内劲往他手上一撞 白鸡被弹了出去 林烨火微微皱眉 这么刺啊 内力太拼了 砰一声 白鸡重重摔在了地上 一声惨叫 是个女的 白鸡爬起来 抬头就看到湛蓝色的衣摆 展昭落到他眼前 不远处 白玉堂和天尊阴侯 也都落到了船头 赵浦搂着公孙 也上来了 展昭盯着那人看了一会儿 伸手一扯他面皮 从他脸上扯下了一张人皮面具来 林烨尔落到船甲板上 看了一眼 微微皱眉 什么时候变成女的了 冤枉特意给我写明了 说白鸡是个男的呀 林烨火从船舱里溜达出来 抱着胳膊靠在栏杆边看热闹 面具下边是一个普通女人的脸 挺年轻的 很瘦 形容憔悴 那女人摔倒在甲板上后 突然开始颤抖 林烨尔左看右看 怎么了 抽筋了 她中了我的无风掌 本身内力太低了 抵抗不住 所以抽筋了 我就说这么没用 原来是个假的呀 这时 那女人突然笑了起来 笑声尖锐 众人看了看那张人皮面具 这面具似乎是按照狐狸的样子来做的 难怪戴着怎么看怎么别扭 再加上面具表情僵硬 所以阴森森的 一股子狐媚气 这是我家主人 跟你们打个招呼 那女人突然开始口吐黑血 用一种狠毒阴森的语气说话 银妖王欠白鸡的债 迟早由她子孙来还 赵氏用卑劣手段抢来的江山 迟早有一天 要断送在我白鸡手上 说完 那女人突然一翻白眼 众人都皱眉 公孙探了探探的脖梗 摇摇头 死了 这时 负责去船舱里搜查的影卫们 也上来了 除了几个功夫很差的船工之外 没有其他人 船舱里也是空的 都说了 只是打个招呼而已 看来来者不善哪 林查尔 白鸡和银妖王有什么仇怨 没听说过呀 妖王也没告诉过我呀 众人也都觉得事情严重 显然这个白鸡是假的 对方用他和这一场骚乱 来跟众人打了个招呼 这是何等的嚣张 同时也很好地证明了 对方处心积虑 目标不只是作为银妖王后代的小四子 还有这大宋皇族和赵氏江山 就在一片沉默之中 公孙突然蹦起来 小四子 小四子呢 说话间 就听后面传来小四子的叫声 爹爹 众人回头 就看到萧梁抱着小四子跑出来了 萧梁自个儿也没多大 不过小四子比他个头更小 抱着倒是刚好 只是 小梁子 你怎么不穿衣服啊 诸葛音一惊 活凤堂众人都摇头 这什么形象 萧梁将小四子还给公孙侧 公孙抱起来仔细查看 发现一点儿没受伤 赶紧亲两口 一颗心总算落回肚子里 赵普抱着胳膊 过来拍了拍萧梁的屁股 这是干嘛 舅舅 小梁子又过半个海来救我呢 小四子从公孙怀里下来 到赵普跟前 赵普嘴角抽了抽 其他众人服额 小梁子 穿点衣服呀 怕什么 大家都是男人 白玉堂默默地转脸看一旁 似乎是忍笑忍得挺辛苦 赵普蹲下盯着萧梁看了起来 点头 有气魄 够爷们 萧梁仰着脸 笑得还挺得意 公孙拍了拍萧梁的肩膀 这次多亏了小梁子 应该的 爹 以后锦儿就交给我照顾吧 你 叫我爹 是啊 您是神医啊 医术天下第一 认个爹 不吃亏的 公孙乐乐 摸了摸萧梁的脑袋 那我就 是你这个干儿子了 不用啊 认我叫爹就行了 不用认干儿子 这算什么备份 萧梁拉着小四子的手 认真地看着公孙 爹 你们都有正经事要忙啊 我负责看住小四子 以后啊 我一步也不离开他 萧梁 这真懂事 赵普抱着胳膊在一旁看着 再一次肯定 这娃前途大大的有啊 火凤堂众人扶着鹅摇头 林烨火嘴角抽的腮帮子都酸了 这娃真是 老王宝的耻辱啊 他亲爹这会儿指不定怎么打喷嚏 再看小四子 他把外套脱下来给萧梁披上 然后凑上去 在萧梁腮帮子上揪了一口 笑得甜甜的 萧梁做最好了 再看萧梁 展昭蹲下 用手指都戳戳他脸 小梁子 萧梁保持着笑容 啥都听不到了 感觉自己三魂七魄都飘到半空中了 还在转圈圈 回去的时候 萧梁披着小四子的小袍子 跟小四子有说有笑 林烨火抱着胳膊在后边磨牙 肃青拍了拍他肩膀 算了 三条腿的金铲不好找 两条腿的徒弟多得是 再找一个呗 众人这次有惊无险救回了小四子 虽然问题还没解决 这白鸡的隐患可谓后患无穷 但是也实在没心思去计较这些了 当务之急还得赶回开封 帮庞太师救儿子去呢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